第三千零七十二集 这头青羊怪物长着山羊的脑袋 身躯却是人的身躯 足足有三丈高 浑身肌肉囚结 呈现出金属青铜的色泽 头上两根弯弯尖锐的羊角 环绕着一层层的黑气 一双狭长妖异的眼眸 正闪烁着褐色的光芒 不停地打亮着夜尘 蛮子 你还认得我吗 夜尘看着这头青羊怪物 和和冷笑起来 后者正是他前世的仆人 轮回六魔神之一 执掌畜生到的玄品魔神 你 你是 玄品魔神看着夜尘 眼瞳浮现出巨大的震撼和惊悚 他发现自己的血脉居然被镇压了 一身还真净初期的修为 居然使不出来 甚至整个人都在窒息 能够压制他血脉的人 除了轮回之主还能有谁 该死 你 你布局成功了 你还没死 玄品魔神倒吸一口凉气 头皮发麻 后面的侍卫们 个个面面相聚 不知道玄品魔神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眼前这个青年 看模样只是乾坤镜一层天 就算再厉害 又怎么会是玄品魔神的敌手呢 我想不到你会背叛我 夜尘眼神阴冷 语气如万古不化的寒冰 带着冷冽的杀意 玄品魔神浑身颤抖 数万年沧桑 他没想到 居然还能再见到轮回之主 这不可能 你的布局不可能成功 那些上位者们 不可能给你苟活的机会 玄品魔神目自尽烈 嘶声咆哮着 不敢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背叛轮回之主 这数万年间最害怕的 就是轮回之主重生 出手清理门户 现在 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岂能不震惊 岂能不恐惧 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 苏晨渝拉了拉夜尘的衣袖 搞不清楚眼前的一幕 玄品魔神指掌畜声道 是还真净初期的高手 但在夜尘面前 居然瑟瑟发抖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夜尘呵呵一笑 也不回答 目光只是看着 玄品魔神道 汉图的下场 你知道的 玄品魔神浑身发颤 脸色清白 突然转身狂逃 口中大叫 风星云公主 快救我 还想跑 夜尘目光一寒 看来玄品魔神 投靠魔魂神宫后 骨气血性都彻底沉沦 再也没有昔日 轮回魔神的大气魄 一看到夜尘想清理门户 也不敢反抗 只想逃跑 镇天黄成剑 给我镇压 夜尘不慌不忙 黄圈图寄出 一缕缕乌土符文转动 当空化作九柄巨剑 从天际暴落 轰隆隆插在地上 形成一个剑牢 困住了玄品魔神 对于这种人 镇天黄成剑 比天妖神索更为有用 尊主饶命 我知错了 玄品魔神满脸恐慌 当即跪下 完全不敢反抗 夜尘道 为什么要背叛我 玄品魔神道 尊主 当年你陨落后 我孤苦伶仃 流落天涯 而玄机月和地势天 向斩草除根 我时时刻刻 要防着他们追杀 实在撑不下去了 只好投靠了风星云 这真不是我的错 时势所迫呀 我也没办法 夜尘呵呵一笑道 好 如果真是时势所迫 我也不怪你 但你为何还要出卖我 把我陵墓的位置 告诉别人 如果不是你 我的道骨 也不会被盗走 这 这个 这个 玄品魔神说不出话了 改一门户还能解释 但盗绝主人的坟墓 这简直是天理难容 没得洗 懒得跟你废话 叛徒 给我死 夜尘眼眸突然凌厉 九柄震天皇城剑 轰隆隆地旋转着 一层层的雾土精气 不断地挤压着玄品魔神 与此同时 夜尘拔出龙渊天剑 一记七星龙渊斩 如飞龙咆哮 只斩玄品魔神 夜尘手里的龙渊天剑 虽然只是一块碎片 但已经可以演化出天剑的雏形 这一首天剑暴斩 锋芒凌厉到了极点 一层层虚空不断地被斩破 龙渊天剑 你居然有这么大的气韵 玄品魔神顿时窒息 传说中的无上天剑 非大气韵者不能执掌 虽然夜尘手里的天剑 只是碎片雏形 但能够掌握 已经代表着夜尘的气韵根基 超越了前世 各种机缘 奇遇滚滚而来 挡都挡不住 眼见龙渊天剑杀盗 玄品魔神 完全愣在原地等死 在轮回血脉的绝对压制下 他一点反抗的念头都没有 这就是轮回血脉的可怕 镇压一切叛徒 玄品魔神 有些事情要么不做 要么作绝 你既然已经背叛了轮回之主 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 世主正道就在今日 我赐你一缕魔碑灵器 速速斩杀轮回之主 夺取轮回血脉 不得有误 眼看玄品魔神就要被杀死 突然之间 远方传来一阵 森冷雄浑的声音 这声音一经传出 天地都在震荡 法则轰鸣 原本漆黑的夜空 居然浮现出 日月星辰的气象 风星云 夜晨心头一震 刹那间 因果洞川 知道了这声音的主人 居然就是 魔魂神功的公主 风星云 前岸魔地是风星云的地盘 在这里 它是绝对的主宰 一句话传出 天地星空都在震荡 公主大人 玄秘魔神如梦初醒 仿佛被人当头棒喝 顿时回过神来 只见一块石碑出现在天空之中 这块石碑环绕着一层层的轮回气息 镇刻着一个巨大的魔字 一降临天空 顿时发出了恐怖的轰鸣 天地之间 雾云密布 狂雷闪电 不断地炸裂 然后就有瓢泼大雨 哗啦啦地降落下来 吹大茫茫山河 天地间一片苍茫 八方风雨 天象乱缠 甚至还有一层层 紫黑色的魔雷 在那石碑上滚当 如要毁灭世间 轮回魔碑 夜晨一看到天上的石碑 顿时大惊失色 那块石碑正是轮回魔碑 公主大人 你说得没错 是我糊涂了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施主正道 就在今日 玄品魔神目自尽烈 看着天空上的魔碑 浑身肌肉爆裂 磅礴的力量在爆发 这块魔碑并不是本体 而是一缕灵气 演化成的虚影 只是一缕虚影而已 但爆发出的气象 风雨雷电 撼动天地 恢弘到恐怖的地步 传说中的轮回玄碑 不知道是谁铸造的 也不知用什么材质铸造 如果能量全部发挥 足以撼动太上世界 这种天地至宝 价值无法想象 夜晨因为修为不足 还不能彻底地发挥 轮回玄碑的威力 现在 夜晨看到魔碑虚影 这么大的气象 内心顿时热血动荡 如果他也有 还真净的修为 那也能爆发 这么惊天的威势 在魔碑虚影的守护下 玄品魔神的心神 彻底清醒 不再受夜晨血脉的压制 给我破 玄品魔神大手一握 一拳狠狠轰击而出 拳头一振动 无数空间破裂粉碎 千百个黑洞浮现而出 这些黑洞不断撕扯 硬生生地将夜晨的震天皇城剑 全部摧毁成了粉末 蛮子 你一见奴才 还想施主 夜晨提剑在手 眼眸杀气腾腾 尊主 是你逼我的 别怪我 我会给你留一条全石 玄品魔神脸庞上 显出了凶狠的神色 两根羊角黑气滚荡 摇摇和魔碑虚影呼应 再次一拳爆杀而出 排山倒海 混合着环真净初期的威猛 直砸夜晨的脑袋 玄品魔神并没有动用六道轮回 触生道法之类的神通 因为这些神通术法 完全是夜晨传授给他的 班门弄斧完全是找死 所以玄品魔神 只使出了自己的拳头 一拳破万法 他要凭环真净初期的力量 还有魔碑的力量 活生生地碾碎夜晨 夜晨顿时窒息 玄品魔神全忙撕裂间 魔气滚滚 扯出一个个黑洞 这是轮回魔碑的力量 就算只是虚影 都是惊天动地 看来 这数万年时间 风星云 淬炼魔碑 已经快彻底成功了 夜晨目光凝重 脚步一掠 躲开玄品魔神的一拳 同时反手一掌 将苏晨渝推到了远处 免得他被殃及 这魔碑蓄影的气息 如此霸道雄厚 毫无疑问 风星云数万年 淬炼血迹 已经快要彻底执掌魔碑 催动所有魔气能量 尊主 不要挣扎了 你只有乾坤静 一层天的实力 不是我的敌手 我送你上路 全皮魔神 咧嘴一笑 心里有了 施主正道的想法 那就百无禁忌 一圈圈爆哄而出 再也不顾昔日的 主不情分 只想击杀叶臣 一见奴才 就凭你 那就看谁送谁上路 正好试试心学的 太上天师道 太上天师 降临我身 生死逆转 好气苍茫 长歌当哭 日月经纬 清明荡荡 见来 叶臣口中 发出古老的吟唱 既然玄品魔神 想施主正道 他也不会再有 丝毫的流情 紫兽千基印 大气磅礴 从叶臣身躯内 飘了出来 一缕古老仓皇 玄傲神秘的道法 从紫兽千基印里 释放而出 滚滚降临在叶臣的身上 这是太上天师道的奥秘 叶臣使出太上天师道 瞬间化身龙虎天师 仙光浮动 化作一席 天蓝色的道袍 覆盖在身上 周身也浮现出 一层层的灵符 不断地飘动 手中龙渊天剑 也有天师道气环绕 演化出 天龙猛虎的气象 太上天师道 你只有乾坤镜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领悟 太上天师道呢 玄品魔神 瞳孔一缩 太上天师道 是前世轮回之主的道法 意识出来 可化身龙虎天师 屁翼万魔 他完全没想到 野尘连始源镜都还没有达到 居然这么快就领悟了 太上天师道 好 好 こ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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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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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